南河朝山受到觀察的地域法策案 因為在立法醫會期最後 受到聽說的風塞引起了學者 還有民主黨留意很觀察 早起聯合紀行紀家會 有關系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地域法策案 可以關鍵在6月份 立法醫臨死會時拜立基庭 學者又說 地域法要求土地開發 就要進行這個調查 這是跟建築的開發成本 也是地域法在新秘過程 一直向導入來出營 也好早上以後 接受到關心的地域法策案 在立法醫會期的最後一天 所以因為要勉強議庭優先處理 讓國民黨後果 現在都在立法醫已經11年 地域法還沒過關 也因此立法跟學者各地反對 在臨時會的聯署提案裡面 把地執法排進去 互相都能夠妥協 那麼所以到最後出來的條文 是沒有爭議的 立法醫學者共同居行紀家會 讓國會要關心新秘的地域法 最好可以在6月的 立法醫營師會 還要再做回新秘 還要再強調 就是因為地域法 堅持到敏感地域的功課 以及土地開發必要的地域調查 那會影響到土地開發的建築成本 讓地域法不僅僅僅僅 在4年 新租沒過 現在又出現一樣的結果 你怎麼只考慮說 我降低成本 然後我把房子賣得便宜就好 這個正好是一個 一個學者跟這個商人 不同的這個思考 地域敏感區 你越精細越多的時候 那我們對我們人民的財產 各方面的東西是越有保障的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它不會過 因為地域法干涉到敏感地域的功課 對敏感地域上面的騎乞 會造成驚訝 不過理會強調 地域法的進行是希望將來 可以慢慢檢查敏感地域上面的建物 盡量保障到民眾的市民安全 希望地域法可以排入臨時會議庭 為人民的市民安全來罷關 接下來歡迎台北報導